请求打给恩恩妈妈的这个录音的内容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 随时都可以听 新美市两岁男同恩恩 染疫后不幸病逝 当时恩恩爸愤怒要真相 怒告上网局长黄德卿等人过失致死 想不到才获得检方不起诉 黄德卿惊爆婚外情 黄德卿暧昧讯息连发 但对象不是妻子 而是另一名女子 A女像召看爆料 自己是科技大厂老板 和黄德卿六年前吃铁板烧认识 对方随即展开猛烈追求 去年女方提分手 想不到黄德卿却死缠烂打 黄德卿极力挽救婚外情 不只电话拼命抠 还会疯狂讯息轰炸 不断向对方道歉 内容甚至写下 我们是真感情 你才是我的上等菜等等 甚至直接到对方公司门口堵人 种种行为都吓得 A女不敢出门 甚至还得躲进饭店 恐报已经涉及违反更骚法 女方扬言找律师提告 实际求证黄德卿 结稿前没有任何回应 但他向周刊回复 是跟对方有一些误会想解释 若造成困扰 声表歉意 并辞去消防局长 黄德卿官徒顺遂 毕业后从基层 到苗栗县消防局长 最后到了新北市 16年来 局长位置屹立不摇 想不到却惊爆婚外情 基层更盛传 黄德卿将高升市府官员 疑似党人官路 才惨遭爆料 但无论如何 婚外情已经摊在阳光下 就会惹火上升 就算是消防大官 恐怕也难以自救 记者综合报道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 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 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宝器 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 好几千次